我们讲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流程 操作流程 咱们把气打开 打开气车呢 就要看我们这里 这接电这里有三根线的 分别有1233个线 就要接到这个配电箱里面 接好之后就把闸道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我们机器这边有反应了 这个电电箱 还有灯亮的 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气管接上来 这是巴黎的气管 接到总气压这里 它这个压力的话 一般是达到5个到6个的 就是0.5个0.6轴 就把气管装起来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这样呢 一般情况 具体的事件 都是这样转起来的 我们就把它打开 打开就小心一点 就要戴个手套 好 你看 一般要小心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把它拿来装起来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锯条的方向 是从左往右的 放到锯条里面来 放到锯条里面来 放到锯条里面就把这个锯条冷却系统打开 打开它 然后适当的位置就可以 之后呢 就来这边 这个是锯条的张紧开关 进气开关 打下来之后呢 就把这手把锁住 锁住的话 它这个压力是自动增压的 总的达到70左右 它是自动停掉的 你看 这压力有 好 然后就来这边 因为你把这个锯条装上去之后呢 它是不均匀的 我们要把右手上 正在一两端 让它锯条走均匀了 就可以了 好 把门关上去 把门关上去之后呢 还有一步很重要的就是把这气压布置好 压力表的气压 前压料 就这一面的压料 一般看木头大小 如果厚一点就压力就小一点 薄一点的料就大一点压力 但是一般都会在这个1.5左右 这边是右边的 好 还有左边的 左边这一个压力是跟右边的压力是一样的 1.5左右 可以调 根据的木头厚薄的调压力 越厚 越小 越薄越大 在后面 后面这个气压表 是专门管后压料的两个压料轮 1.2 现在也是在两个里面 这两个压料轮 好做完这些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实际的操作了 给打开机器 急停把它打开 这个静电开关把它打开 打开完之后再把这个键盘的开关也打开它 打开之后呢 比如说你的木头 你要个五毫米的 从这里设计按规零键 按一下规零 它就清零了 就按五点零 按完之后就按绿色键 启动 再有一个比如说我要个十毫米 按十点零 启动 你看它自动的 还有一个是用手动的 你看这手动上升 要十五的 它可以用手动下降 可以用手动下降 看没有 可以手动 好我们要个十个了吧 要个十毫米的 好 这个是锯条的启动 按一下 关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按到第三项就可以了 每间隔是三秒钟左右 按完之后再用油压 就是油压 重要的 最后呢 就把这个手法打开 打开了吧 好 这里 这个地方的话是小速度的 速度的慢慢 好 做完这一切就可以送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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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微量 放回去 放入冰箱 啊 做完最运框了 可以把这个放掉 把它放掉 我要把它关掉 放下来它就关掉了 还有等一步这个剧条 零掉之后呢就要把剧条松掉 松掉之后就可以了 一般建议剧条使用的 情况是一个半小时 只要换一个轮流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